而且一辈子他就总共他就活了31年 居然能把汉文化弄到这程度 就直接跟着父亲从官外到了这个官里 他是应该说他是在官里出生的 1655年生人 1685年过世 他居然能把汉文化能研究这么通 不仅是词写的好 还写了很多关于儒学著作的见解 还包括佛学中医 他涉猎的非常广 他留下的著作 你看这就是一个了不起的学问大疆 当然纳兰姓德最厉害的还是他的词 因为清朝的时候咱们说 这个词学已经有点衰微了 清代词有三大疆 陈维松黄一尊再加上纳兰荣若 他们仨清词三大疆 但是这个清词三大疆 纳兰荣若是当之无愧的老大 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 我家里有本小册子很薄 叫清词百首 就一百首清朝时候人写的词 这一百首词 这肯定是个忧中选忧选本 一百首词里居然有十一首是纳兰荣若的 就说纳兰荣若在清词里边地位 那是至高无上 有人说 我怎么没听说他写过什么 我随便给你说两个你就知道 你看现在经常有人在网上引用的 叫 人生若止如初见 何事秋风悲化善 等闲便却故人心 却到故人心一变 这个就是纳兰荣若木兰词里的上却 很有名 还有我小时候我们背了好多纳兰荣若的词 我记得有个长相思 叫 非常好 纳兰荣若的词的特点 还和很多清代词人不一样 你像像他这样身居高位的 荣华富贵 唾手可得的 有时候这词里头 要么就是歌颂黄恩 要么就是游历千山万水 看遍荣华富贵之后 写点淡泊超然的人生感悟 可是纳兰荣若不一样 他既有刚才说这些东西 同时又有一些很激烈的东西 这激烈东西经常是感情上不随心 人生上存在一些苦闷 所以他很有一些壮怀激烈 深情款款的东西 所以他的词棚既孤傲又冷艳 还有些清觉 所以这一点来讲 和清代大多数词人都不同 有人说他的词 在这个富贵阶层 有点类似于不想入凡尘的富贵花 所以纳朗若自己也说 自己不是人间富贵花 他对公民力的这些不感兴趣 你看他得到那么荣誉 他心思并不在这做官上 所以有人说这有点类似 这人天生就是个情种 就是个文学家的料 所以不适合当官 有人把他比作 南唐后主李渝和他爸爸李景 李景李渝这也俩 一辈子我们知道诗词 尤其是词写得相当好 如果这个词要排前五名 恐怕南唐后主李渝就应该进去 他爸爸李景也是 虽然这个爷俩都是皇帝 但不是什么好皇帝 心思不在这上 你看李景 那个西语梦回集赛园 小楼吹彻欲声寒 多少泪珠何陷恨已栏杆 千古名句 李渝就不用说了 春花秋月何时了 往事之多少 还有什么这个 乌檐独上西楼月如沟 什么这个雷花谢了 春红太匆匆 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 凤个隆隆连消汉 玉树穷实作烟罗 李渝这好的词是太多了 有人说像这一辆 其实在我看还不是 Veteriner sakTION 佛 那个 所有 的 主